这里是一个湖,这湖里面可能也会有那种小动物 然后这旁边是那些树林,没有房子的 这个大树的树林的后边是一条高速公路,就是417高速公路 然后呢,这个房子就在这,这边上那个房子就是10235 现在走过去,我们再拍一下旁边的情况 这是整个在后边这个林荫道,一直贯通下去 就是这个房子呢,他们这是2017年建的 其他2014年建的,其他周围那些房子呢,就是2007年建的 然后从他的旁边,旁边从这里,这个房子在这儿 旁边这里走过去 因为他这里的,HOA是take care of这个他们的屋顶 屋顶坏了,HOA要负责换 他们自己呢,只是管内部的一些情况 主要是空调,空调坏了要自己换 但是空调因为只有两年薪,所以他还至少能够用10年 然后呢,他这个门,他说是upgrade过的 所以你看它是玻璃的门 其他那几家的门呢,都是那个实心的木头铁门 我们再看看这家,这几家也是,都是普通的实心铁门 它是upgrade过的,然后呢,它的地板是那个ceramic tile 那他说他也是upgrade过的 周围就这样的,前面呢,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他说这里呢,大概50%的房子都是中国人拥有的 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地方 呢,没有人呢... 我叫你申请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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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你申请人家